剛剛談到了富洋中牆 那現在的永春彼 很巧的 富洋公園一開始 我是崔森森之一的 我是全部的 那我談一下當時的一些經驗 一開始 荒野保護協會在這個地方就有定點的觀察 那 發生了一件事情是國家賠償 就是那邊的露宿壓倒了停在路邊的車子 所以當時軍方的土地 對於這塊燙手的山魚是不知所措 因為民眾的索賠那是經常性的 因為那塊土地是屬於軍方 戴藥庫當時的一個用途 那我們覺得那塊地因為軍方的 以前的這個屬性民眾不容易進來 所以他保留了很多這些生物資源 那 當軍方戴藥庫撤退了以後 民眾開始進來 開始使用 所以 這塊地他保留了非常多的一些 我們都會邊緣這種潛山環境 非常特殊的這些生物資源 生態資源 或者 這一些歷史故事的人文 歷史等等 這方面的一些很有價值 對我來講是非常有價值的這些東西 那 市政府後來接手了以後 因為他是一個燙手的山魚 所以 軍方就很快速 一開始軍方也是希望說用 希望台北市政府架構 那後來 這些疲於奔命的國賠事件 就 軍方就很快速的轉手 要市政府來接 那市政府也覺得說 沒錢沒錢 又抓一塊錢的鳥 所以就 找了很多NGO的人來討論 看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那方越當時就在那個地方 就有一個長期定點 就是所謂的敦點的一個 自然觀察的一個團體 我們當時提出來的意見是 我們富洋工業希望保留原狀 保留當時非常豐富的這些生物資源 而不要再把它開闢成為 所謂的一般的這種鄰里公園 那我們第一個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要求市政府去做一個 所謂的生態調查 這個是在台北市的都會環境裡面 為了做公園 而第一個有深度的 一個專業的生態資源調查的一個案例 那我們把這些調查的這些內容 呈現出來 然後給規劃單位 做什麼 做為依據 哪一些地方是敏感地區 哪一個地方是生物熱點 哪一些是人為經常在活動的地方 甚至於我們封掉了很多原來的步道 那裡頭原來的很多的步道封起來以後 人們只侷限在某一些特定的範圍裡頭活動 我們的觀念是 我們讓出人們更謙卑更褪卻的 提供了其他生物更多的生育的這種空間 所以這是富陽的目前 到目前為止是因為一開始就有社區的參與 就會還有NGO的參與 才會有這樣一個非常豐富精采的一個呈現 那剛好我希望永春筆也是一樣的 我希望有在地的人一起來關心 因為如果這個方向是確定的 它是以生態保育為主的這樣一個方向 如果確定的話 那後面一定會有出現的事情 什麼事情 經營管理 以一般現在公園綠地的這種管理模式 公部門老實講 他在精力上面 他在人力上面 或者在技術上面 都沒有辦法全盤的掌握 這是我們現在的觀察 所以現在像郭老師在大安森林公園 做的這個螢火蟲的富裕 他也是需要很多的這些志工的這種投注 那我們在做榮慶公園的螢火蟲富裕 還有木柵翠湖的螢火蟲富裕 這樣一個棲地營造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光是一個寒假一個暑假 動員的志工都三千人 人次以上 當然這裏面有 我們說十歲高卡車 每個人的意見都會有 那這個就是剛才陳朗波老師談到了 這是一種新的學習 提出議題 提出討論 這個是目前我們國內最蓬勃發展的一個部分 我希望說這個部分也可以在永春匹的這個 整個規劃設計到後續的維護管理的這個部分 要提出來討論 十歲高卡車不是不是不好 但是可以很 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去凝聚共識 但是而不要怎麼樣 我自己做好意料 這道菜我就已經都煮好了 再香什麼 說來 大家再吃飯 那個意思就是完全沒什麼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 從菜單開始 怎麼樣選菜 當時不去買菜 要買什麼菜 要怎麼煮 要煮三文鮮還是五文鮮 那才是全熟的 這個部分我是希望說 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討論 然後後面的那個部分就很容易去達成 我的意見是這樣子 以上 好 謝謝 謝謝鄧宏 其實也謝謝庫裡面 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要跟大家做討論 今天當然是第一次 那私底下 我們也跟很多老師都討論拜訪過了 但是今天開始要跟在地的你們 還有關心這塊土地的朋友們 那以後當然你就是變成這裡 看看能不能變成這裡很好 或是更深入了解的志工 或是社區的夥伴 這是剛剛德鴻老師的那個期待 那我們當然也是朝這個方向在進行當中 那第三個